日本影视界有影响力的宝种歌剧团 他们不断是翻唱西方的音乐剧 或是大羽毛的歌舞秀 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这回他们甚至是说要到台湾来 表演给大家看 有近百年历史的日本宝种歌剧团 2013年4月将首度来台公演 团中情依色是女性 男主角也有女性扮演 五组演员当中的新组演员先行来台宣传 台湾裔日本人谢淑美是宝种的歌剧老师 她曾经担任男艺两年 毕业以后呢 我去买裙子的时候 我有一点尴尬 我觉得我弯掉我自己是女性 宝种对男艺的要求是身高要高 唱腔要低沉 我们宝种里面有特别的唱法 就是 爱 此外在宝种不准交男朋友 第二天有人打电话过来是 他跟有一个男生走路 这不行 我说这是我的堂弟 他说也是不行 这样 宝种的歌舞华丽 戏剧有张力 明年首度来台已经引起了瞩目 对邀请 陈信